有人说你天生怕老婆 请问这是真的吗 胡说 哪有天生怕老婆的 我是被打过几次以后才怕的 古人说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请问这个道指的是什么道 不知道 请问 还有比打女人更可恃的事吗 有 打不过她 听说你小时候经常和你的女童桌打架 那你赔过她钱吗 从来没有 你这么横呀 横什么呀 爱打也要赔钱啊 昨天和老婆到饭店吃饭 点了一盘豆角炒肉 快吃完的时候 我发现一截豆角里边竟然有个大白虫子 我心想 看来今天这顿饭不用买单了 我夹起来伸到老婆面前 谁知道 她以为我喂她呢 一口给吃了 这败家娘们 还有什么 请问男人为什么讨厌女人的猜疑 因为他们猜得比较准 据说窝妞睡觉可以一睡两三年 请问大师 他为什么那么能睡呀 因为他没有烦恼 啊 他不用还房贷 这武松在锦阳港打虎之前喝了十八碗酒 吃了五斤牛肉 你说这正常人能吃得下去吗 就因为他不是正常人啊 为什么 他要是正常人 他嫂子那关他能过得去吗 还有你吗 大师 听别人说 你的生活习惯特别好 不抽烟 不喝酒 吃饭少昏多素 从不吃生蒙海鲜 住行都是以步行为主 请问您是如何养成这样的好习惯的 都是医生嘱咐的 啊 您得了什么病 需要记什么 穷病 记高消费 请问 你看美女的时候 一般先看哪个部位 先看眼睛 看来你还是个比较正派的人 先看眼睛 确认他没有再看我 再看其他部位 还有你吗 我昨天赚钱了 我们单位美女给我五百块 让我冒充他男朋友跟他回家 什么 就你长这样 还有人找你冒充男朋友 起初我也纳闷 后来才知道 如果找别人去 他怕他妈会同意 那去了之后怎么样 去了之后 他妈把我拉到一边 说了几句悄悄话 他又给了我一千 啊 看来他妈对你挺满意的呀 哪呀 他让我离他闺女远点 啊 啊 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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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